有40岁的网友上网发文 家庭小孩都是在花钱的阶段 虽然科技厂赚得多 但还是会担心能做多久 如果升不上主管职 也担心会被新人取代 到底工程师能不能在科技厂待超过20年 IC设计而言 它是一个专业度非常高的产业 专业的要求 还有时间 所谓的day night压力之下 两厢激荡之下 就造成会很多压力就会产生 网友甚至举例 朋友在国内最大电子代工厂做主管 40岁见到她的时候 已经地中海突 一堆慢性病找上门 但上有父母下有孩子 全靠她一人养家 虽然想过离职 但离职后家里就断吹 连自己能不能撑到退休都不知道 看她有没有经济压力 不是说离职就马上离职 如果说公司真的没办法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以家庭为重 为了热忱和理想 主角勇敢创新 科技业是一般民众心中的优质工作 但有科技业网友分享切身经验 本来以为自己可以待到20年 但产品周期越来越短 时间也被一直压缩 第15年时就受不了 隔年决定告老还乡 对于职业生涯偏短的科技业 台大教授也提出看法 定期的给自己安排一些适当的假期 或许在这个工作里面给自己一个机会 可能花更多的这个时间 从里面寻找这个乐趣的这个来源 那持之以恒展现最高的这个热忱 有网友也说自己在第12年 年薪270万的时候 生病休养离职 现在虽然又回到职场 但只有信心在座三年而已 看来科技业薪水虽然人人呈现 但当中的干苦却是外人难以体会 东森采集新闻综合报道